这个躲在帷幕之中的铁面人 是大秦最有排面的战神 迎前 就连秦国国君迎四 都对这位公伯敬重不已 甚至拿出了调动咸阳和蓝田的兵符 供其调遣 可那铁面人一张嘴 就展现了什么叫真正的面子果实 老夫调兵不用兵符 迎四表情复杂的望向了锦盒里的兵符 他知道这位久兵不出的公伯 所言非虚 那讲话的 整个秦国半数以上的高层将领 都是迎前的旧部 可他迎四却不得不来 为的就是试探一下公伯的立场 千里之外 一顶王冠带上 做个出头鸟 这与国是何谱 公伯教我 迎前心思 你事都做了 你让我教 公伯 困局已入 军长好自为之 随着迎前的话落下 大秦蓬城相往的代表团 从咸阳出发 由国军迎四亲自带队 就是这个国军的脸 那是一脸的铁青 恨不得把车把子都给碾碎了 队长 咱们这是去称谭了 好事情 干嘛绑着脸 迎四心思 我能不绷着脸吗 我他娘去蓬城一趟 搞不好 家都得被偷了 那讲话了 头一晚上 好老弟迎吉 过来找我 直接告诉我个好消息 杜志都去找魏国使者合伙了 门口都流窜到一区 这老干龙一伙人想做啥 我都不敢想了 迎四把朱简一收 这时候还看什么小刘备 迎吉的建议 是直接捉拿归案 而迎四转念一想 现在鱼儿刚刚游过来 还没上钩呢 这商君心法 经贼在后斗 不然能以国家名义 实行私刑 后患不穷了 这话一出 迎吉也明白啥意思 老干龙一伙 不是这王公 就是那贵族 一傻 闲阳正黑期的老牌贵族 早上起来 十遍单臂大回还的主 但是这些在迎四眼里 都不算啥 重点还得是 军中人员身后的老公伯 迎钱的态度 不仅迎四要争取 就连老干龙 都跑过来亲自全说 毕竟想要造反 你手里得有枪 你光有威望有屁用 老干龙带着一伙子 正黑期老贵族 跑到迎钱府里开券 迎四这个老小子 现在是心法不费 祖制不尊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挖空心思的 打横炮使邪力 老干龙言语再激烈 落在迎钱那儿 奏势一句话 这给老干龙逼得没招 直接拿大秦江山射箭 做道德攻击 太师有何见叫啊 你一说这话 老干龙可就不客气了 为秦国千秋大业绩 另则迎军 到此 老干龙一伙 露出了他最锋锐的疗牙 为了维系自己派系的利益 咱们换个军上有如何 用他们自己人的话来说就是 对此迎钱表示 看看现在那些围观的人 嘴上都是主业 那心里传是生意 还为了秦国大计 迎钱做何选择 咱们暂且不提 先去看看远处的迎四吧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见识如同抱友们的倾斜 大秦甲氏们迅速结阵 即便损失惨重 却依然没有汇乱 军事素养可见一斑 而车中迎四 缓缓下车 看着漫天的及时的咒语 迎四大抵心中 已经有猜想 总观天下 善于此道的 那就只能是 曾经比尼天下的魏武族了 这是一支 依托于魏国曾经 强大国力建设的军队 一旦入选魏武族 就可以脱离奴隶身份 这种庞大的开支 维持着的是 《寻子异兵》篇中 所记载的旷世强兵 魏之武族 一度取之 以三属之甲 操十二弹之奴 置葛其上 贯咒待见 赢三日之粮 日中而屈百里 魏文侯和武起的深度合作 才使得魏国 第一次实现了 农兵分离制 从而有了魏武族 这种职业军人 称霸战国 后来的故事 我们就比较熟悉了 眼下的魏武族 可就是魏国 为数不多的家底了 随着国力的衰弱 魏国也养不起这支 精锐部队了 说话之间 远处雷霆震动 一整队骑兵 穿着黑衣 朝着大秦使团奔斓 军上 这你妈是土匪 下时间 在无名山野里 大秦瑞士和大魏武族 展开了惨烈的厮杀 迎四掀开车帘 只感觉大秦的瑞士 比之此时的魏武族 还稍显不足 迎四寻思 哪有逃跑的军上 从车里翻出 推开阻拦自己的侍卫 华身战国剑胜 身旁的侍从 赶紧拉着军上逃跑 腰瘦了 咱军上 最信天铁个马车上 看什么武侠小说 还真以为自己 是剑仙了 快跑 就这样 他逃他追 迎四他插翅能飞 毕竟人家会骑马 知道古马不如有马 瞅着事情都到这了 迎四 跟一看就是领头的黑衣人 大眼瞪小眼 只突出一句话来 不公平 不公平 重散 重散 戴着黑面罩的公孙岩表示 咋 你还怕死啊 迎四把剑一提 老爹独闯莫家的身影 浮信在眼前 单挑 我赢了 放我士族回家 公孙岩不出的点头 两个人挺剑而战 公孙岩心色 你一个好好的军上 不研究商君书 研究什么武侠小说 看老子一拳打碎你的江湖梦 看老子两拳打碎你的剑仙梦 两拳打完 迎四清晰的认识到一个问题 我爹当年独闯莫家大院 绝对开挂了 阁下 用兵如鬼 不战如风 公孙岩心色 你默契啥呢 迎四身上 毕竟流着老迎家的血 聊男人突出一个快准狠 若是能一睹阁下阵容 迎四死而无憾 这一句话下来 公孙岩老脸一红 头上直接开始冒热气 我活了这么多年 可从来没有男人 跟我这么说话 说罢了 公孙岩转身离去 但见无数剑雨落下 远处一匹黑色战马 嘶笑而来 马上之人 犹如一尊天神 睁然一声剑名 魏国一代名士 公孙岩要舍于 大秦天神 迎华剑下 就在此时 迎四握住了剑 此刻大魏王还不知道 魏国的人才又要流失了 现在也该是他们 拎着秦军的人头 回来复命的时候了 壮志未仇 称王未遂 呜呼痛哉 这时机智的大魏王 又一个灵光一闪 可他操心的惠子 气坏了 他发出质问 秦军仪仗 三日前便过大梁 现在却没了消息 无非是因为他们的仪队 过于张扬 引起倒扣的窥刺 途中截杀了 惠子也明白 眼睛的大魏王 纯纯揣着明白装糊涂 大王 以于何为呀 杀人哪 以于何为 操碎了心的惠子 继续苦口不心开圈 大王啊 你杀了秦军 就能如意了 迎来的 只有大魏王 双脑的笑容 大魏王转回头 仿若回到了魏武族 驰骋天下的年代 三五年 咱们大魏国 一定可以找个机会 一口吃掉秦国 惠子的话 则更清晰 这几年 为什么魏秦之间 没有战事 根源在于 秦国旧制和心法的决力 只有慢慢来 让秦国一点点衰弱 魏国才有机会 急功耗力的大魏王 是听不见惠子的话了 当然 他们也想不到 派出去的魏武族 不仅全舍了 老大还正在跟秦军喝酒呢 当然 迎四 还是带上了迎华战港 毕竟自己打不过 迎四对着公孙岩 就是一顿彩虹屁 什么兵法剑士 不输孙壁 什么行军不振 不输无企 谈话间 公孙岩就透露着自己的练军天赋 原来这支军队居然不是魏武族 而是公孙岩刚刚培训的军军 这就让迎四更有兴趣了 什么 先生在魏国 真知灼见 没法发挥 如同西角一般民族珍贵的质保 大魏王居然拿来当阿萨新使用 怎么 他下一步要拿土豆发电吗 总结起来一句话 魏王昏愧 我若是新城 你有明珠万头之汉 公孙岩微微一笑 言语中对秦军敬陪不宜 同时则是建议秦军道 此番会蒙 定然有一方势力会自觉威胁 秦军应该知道 土王脾气 秦四顶出话里有话 你这是让我回家呀 可我不能空手而回呀 接着一双眸子就投到公孙岩身上 就差一句话 兄弟要不要换个工作 一向直信子的迎华秦四 你两个这弯弯绕绕啥呢 既然如此赶路要去 咱就别在这儿费口舌了啊 迎四没好气的 看了自己老弟一眼 接着满脸叮着笑 先生要不要换个工作 公孙岩手一勾 在下要回应复命 旋即迎四也不阻止 目送公孙岩破裏包围 眼里起码的一句话 哼男人我看上来了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